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难以想象 就是您把这个台湾自为可以说是最当红的 就是男女偶像情到了一部戏里面 当时您自己有没有想过 有这样一个梦幻的组合出现在您的面前 梦幻是你们觉得梦幻 对我来说很实际 很实际是因为 是因为我觉得适合 这个演员跟这个角色放在一起是适合 那所谓的适合不是大家既定中的印象 我找颜承旭一定就是要利用他们 那个白马王子的偶像形象 诸如此类的 因为我看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心会适合 我也不会把颜承旭摆到其他人的角色里面 比如说吴君如的角色 我正要讲 你最想要 对对对 我觉得我蛮适合演CEO 花楼的CEO 那是吴君如的角色 他还没有能力handle一个 一群歌技 handle一个花楼 所以你还不能演CEO 但是他们是在海上讨生活的粗犷的海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诠释 我发现好像现在 就是昨天的发布会之后 我感觉任达华 不管颜承旭好 都非常羡慕 这个吴君如这个角色 大家感觉都可以 是可以左右右抱吗 Jerry你怎么看 他的角色比较可爱 鲜明 他就是游走在 比如说 比如说任达华 或者他跟 他连跟我都会跟我玩 比如说 他跟我对戏 明明就是很认真 他走过来 我会 悄悄声说 等一下 你会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就演他这个角色 很有趣 那其实我们知道 你主要对手戏的话 主要是那个一涵 那你觉得和这次 和一涵的合作怎么样 我主要这个应该是跟 君如姐 那个不是你的 情侣戏分配 我心里面的梦幻主要 是我跟君如姐 一涵跟他对戏 我觉得要谢谢导演 因为导演带得很好 一开始 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技巧 比如说那时候还没有拍之前 他就会叫我跟他 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看垃圾 那个其实让我印象 还蛮深刻 而且真的就会让两个人 很快速的进入到 那个某一个状况 你不晓得我在那个房间里面 下了很多的药 没有没有 其实这是开玩笑的话 因为他开始开玩笑 就会忍住开玩笑 其实演员 我觉得大多数的演员 都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尤其到了一个剧组里面拍片现场 现场是一百多个人 每个人都虎视眈眈一样 盯着演员的表演 你说你能不紧张吗 不紧张那真的不是凡人 那大概要自身闹香热闹 对啊 对 真的 要非常老经验才有可能 对 所以 所以为了克服 就是我们不要到了现场 才紧张 才培养情绪 才准备 说好 我要进入这个角色 我们一定是在事前 都做好这个准备的功课 所以 第一个 演员跟演员有强烈对手戏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先建立关系 比如说如果你跟 比如说我们两个要演 一段情热戏好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来熟悉彼此的身体 互相碰触的感觉 真的 要不然你临时来 镜头架在那边 一百个人这样看着 你那个摸就 假假的 卡卡的 就没有办法到位 所以 那个适应是 是有必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一个安静 大家能够沉溺下来 融入那个角色里面 去培养那个情绪 包括彼此 看着对方的眼神 情人的眼神绝对是不一样的 没错 里面不但发光 而且是有火 所以 而且观众才有可能 真的感受得到 而不是大家在做表演 那Jerry会害羞吗 因为我知道你个性比较内敛一点 我 还好啦 因为跟导演 导演其实给了我很多 以前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就是上课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 这次在这里面 多了很多的学习 包括跟学习到导演给我的态度 和他的某一种无可救药的热情 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浪漫的事情 那我知道其实拍戏的时候 你手部其实还是有伤的 那很多危险动作 你都坚持自己要轻身下去要做 那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就是太不顾身体了 其实还好 我觉得我跟导演有一块也很像 就是当我们在做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 就会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浪漫 那个浪漫就是说 只要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 它看出来成果是满意的 其实你说那中间的痛苦 其实也是开心的 因为一样嘛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工作 其实那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件事情 做好的过程一定是痛的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 不同的困难 很多的挑战 但只要成果开心 其实很多痛苦根本就微不足道 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一个最好的回忆 对事后回想起来是一个好的回忆 包括你看到那个伤疤 那个代表我曾经努力过 曾经战斗过 对 可是当下还是很痛的 很痛的 而且他这个角色好痛 那讲完下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 现场就是拍摄的时候 都是美女 四大美女 那Jerry 你觉得哪一位更符合你生活中的标准 就是性格方面呢 我 我其实比较喜欢达哥 不是 达哥有一种 达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好就是 他 我现在讲的是憧憬的那个对象 就是说 他真的 他跟任何人 他跟谁 他在哪个环境 他就是一种松松的 你都不用觉得他 你都不用觉得他需要很用力的去 对 呃 去去面对什么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可以觉得 好像我只要出来我就是一个不自在 我只要 我只要 我我我我我我说真的我自己 我还是 你心里面会觉得我只要走出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多的 就 5 就不 就 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只有在表演的时候我会很 我觉得我会像海豚一样 我觉得 那是我最自在最自由的 你知道那就很像 因為你躲在 比如說我躲在刀疤裡面 所以我覺得刀疤做任何東西是 我覺得那就是我的表演 你看 你聽得懂他的意思嗎 他進到刀疤這個角度 他的角度叫刀疤 他進去的時候他 他就會比較 比較自在 那個時候他才鬆 當言成序的時候他常常是很堅固的 對 然後可是達哥本人的那個鬆 讓我們 我覺得很想學他這一塊 對啊 就是又可以很不負責任 對不對 可是他又 明明他都負責任 他又偏偏又是最貼心的那一種 對 很奇怪